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伙伴 大家好 人生快乐玩 快乐玩工作 一直在追求的目标 这个是我追求的 加入爱多美是一人串的问号 跟惊叹号组成的 为什么说问号呢 我记得加入爱多美 我跟很多伙伴在分享的时候 每一个人给我的都是可能吗 可以吗 这个可以成功吗 能赚到钱吗 但是经过了一年 一年半 现在却有很多的惊叹号跑出来 现在每一个人在分享的时候 都会告诉你 哇 谁赚了很多钱 董姐赚了多少钱 哇 真的吗 太多的惊叹号 记得去年在分享的时候 伙伴问我说 这一两年 我的回顾的心情是什么 我曾经告诉很多的伙伴说 去年一整年 日子过得很慢 也很长 但是又很奇怪的 过得很快 又很梦幻 为什么很慢呢 又很长呢 因为我们韩国的上线 不断的告诉我们 在阿东美只要你坚持 坚定 在一年 两年的时候 你会获取阶段性的成功 甚至可以取得一个公务人员的薪水 但是为什么过得那么慢呢 每天就期待这日子过得快一点 赶快这一年 两年过了 赶快让我们可以领到这些钱吧 但是你知道 阿东美就是这么可爱 一加入的时候 你看不到 但是等到它 开始在累积的时候 它会让你感觉 真的 日子过得快不快 两年了 我说 我现在发觉日子过得 不是那么长 那么慢 结果是很快 很梦幻 这两年的时光 抵得过我在业务界销售 传统的销售的日子里面的三十年 你说这个日子快不快 有没有很梦幻 当我的女儿 今年要开水的时候跟我讲 爸爸 我们要去办水袋 要不然来不及 结果我突然跟她讲了 我说今年不用办了 她说为什么 我说 我们的资格被取消了 收入太高了 曾经想当一个快乐的销售者 我常常告诉我的老婆说 我要当一个快乐的销售员 每天很快乐的在玩我的工作 结果我的老婆每次摸着我的额头 看这个老公有没有发烧了 工作是一种压力 销售是一种压力 销售有没有压力 有没有压力 做了三十年的传统的销售 我发觉不那么轻松 每一个月的业绩 一再的在归零 年纪越来越大了 体力越来越不好了 当你是销售的时候 你有没有压力 你这个压力要给谁 给你的客户 对不对 当你有压力的时候 你给你的客户 所以你给你的客户 有压力就会有什么 有一点点的欺骗 有一点点的欺骗以后 就会有一点点的伤害 我记得以前 我传统以前在卖书的时候 文化事业 我每一次因为有业绩上的压力 每一次都告诉我的客户 我说 不要让你的孩子 输在起跑点上 这一套书 对你的孩子真的很帮助 可能会影响他个人 影响你的家庭 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 甚至会改变整个宇宙 讲得多好听 这个客户一听 赶快掏钱出来买 不断的买 买了以后 每一次遇到我 他跟我讲 他说 买了 孩子不看 你知道为什么不看吗 因为他孩子还太小 看不懂 有没有欺骗 结果我们每一天都告诉自己 这个是什么 善意的 那时候我们常常告诉自己 我们是用善良的动机 在掩饰行为上的过失 所以这个不算欺骗 小小的技术性的欺骗而已 只为了什么 为了成交 结果当他不断的在消费的时候 到最后 他有没有对你有一点点抱怨 有抱怨的时候 他本身就受到一点伤害 你自己也会有伤害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 当我遇到阿东美的时候 我认为阿东美会让很多人 平缓的人都可以翻身 是因为 当一切的销售回到消费的时候 谁是老大 消费者是老大 我发觉 当我在书上去年前年在看的时候 财富第五波告诉我们 财富第五波说 是健康产业的时代来了 但是谁在健康产业赚到钱 在做的有吗 结果财富第六波已经出来了 告诉你什么 财富第六波是住家创业 阿东美能不能住家创业 财富的第七波也出来了 第七波是什么 它可以叫你 阿东美的第七波的创业 它可以叫你在消费上可以做什么 做整个连结 当消费可以连结的时候 你看 市场有多大 上个月到新加坡去 我发觉我的消费者到哪边了 新加坡了 我形容 就好像有种过田的人都知道 田里面有一种草叫做什么 蒲公英 那时候种田的人很讨厌 讨厌这个蒲公英 怎么样 怎么除都除不了 走到哪边 那边又开了一堆了 走到哪边 那边都开了一堆了 随了风吹到哪边 哪边又开了一堆了 种子漏到哪边 跟着你的裤管 跟着你的袖子 走到哪边 掉到哪边 一粒种子掉了以后 那边又一大片的普攻出来了 结果我发觉 我们的阿东美像不像 非常像 整个未来财富最高的 现在目前最新的 就是未来的 整个消费的一个连结 透过整个网路平台 连结整个全球的 所以我说每一个人 我们刚好在这个浪潮上 在这个浪头上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成功 所以我不断的告诉自己 我人生 我希望的就是 我可以人生快乐的在玩 然而我每一天都可以快乐 在玩我的什么 玩我的工作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 可以趁着这个潮流 然后让每一个人 心愿都可以圆满达成 谢谢各位